WIT的鋼彈EVOLUTION STEAM免費鋼彈對戰遊戲教學之 燒毀的亞錫瑪如何玩與機體介紹 WIT要介紹在空中亂丟燃燒彈的亞錫瑪囉 下方說明會放時間點清單 請多多利用 影片分亞錫瑪的機體性能 應用 機體性能 血量1000 不是軟皮機體 滑步次數2 空白鍵按住可以在空中飄一段時間 左鍵三連發光速槍 27發 中距離機身傷害80 手腳傷害60 爆頭傷害160 遠距離機身傷害剩30 手腳傷害剩40 爆頭傷害剩80 右鍵四連發光速槍 單發傷害80 總傷害320 冷卻11秒 爆頭沒有傷害加成 傷害不會隨距離衰減 F燒一彈 範圍火焰連續傷害 單下傷害17 總傷害425 冷卻12秒 彈道拋物線 建議在練習場練習怎麼丟到想丟的位置 1 變身 變成小飛機 往前飛一段時間 冷卻時間7秒 2 按空白鍵再不改變視角狀況往上飛 3 按S再不改變視角狀況往下飛 4 浮空狀態準星不會飄 變身解除可以按空白鍵 浮空射擊 Q 全擊 向前方出拳衝撞 傷害500 路線上敵人都會受到傷害附加擊退加暈眩 4 硬用 鋼彈EVOLUTION 用來偷點與空襲的出射機體 雅錫瑪 變身後的機體很小 很容易在對手沒注意偷偷跑去站點裝炸彈 偷站點裝炸彈 可以讓僵持的戰線移動到站點或炸彈附近 如果遇到九弓撫破的戰線 可以考慮用雅錫瑪偷點或偷裝炸彈 另外雅錫瑪變身搭配空白鍵 浮空狀態的準星沒飄走 在空中加入戰局 對手除了地面還要留意空中敵人 擾亂對手注意力 只是雅錫瑪在浮空期間 要注意對手的吉姆G與逆A鋼彈 可能剛飛上去就變成廢鐵掉下來 雅錫瑪燒一彈能丟的比吉姆的F5圓很多 只是傷害較低 轉角或障礙物對槍 丟一顆燒一彈 對手通常會被燒出來 甚至直接收頭 右鍵傷害雖然沒有特別高 但是不會隨距離衰減傷害 變形除了偷點跟偷裝炸彈 在趕路與撤退也非常好用 Q大招有點單調 向前方衝出去對敵人造成傷害 WIT有遇過Q衝逆A 結果被八頭丟出去的窘境 最後特別感謝抗海簡囊加入WIT YouTube頻道會員的觀眾 可頌先生與風神靈 您的贊助能讓WIT繼續做更多教學影片 燒毀的雅錫瑪如何玩與集體介紹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 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 想問的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 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 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 在影片下方留言 跟大家分享 我待會兒 回來了 我军胜利 笑